大家好,我是Jokey嚴選的卡卡 歡迎來到夏日冰品大作戰 耶! 今天要使用Jokey嚴選的商品 帶各會製作各式各樣的甜點 那首先來到的是 我們要使用Jokey嚴選的冰棒模具 做出Oreo冰棒 那使用的材料也很簡單 有牛奶 Oreo 鮮奶油 跟少許的砂糖 不然會沒有味道哦 那牛奶的部分用全脂的會比較香 Oreo的部分可以換成任何你覺得 適合在放在裡面的冰品或是 甜品或是水果 餅乾都可以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Let's go 我們首先呢 這是鮮奶油 我們先取適量的糖 看你想要吃多甜 就可以取適量的糖 加到這個鮮奶油裡面 應該是夠甜的 我個人是不吃那麼甜的 才怪 再來是我們使用的是鮮乳 然後我們用的是全脂的 所以會比較香濃一點 那加一點進這個 我們的鮮奶油裡 再來輪到我們的Oreo Oreo的部分 今天為了方便 所以我們就是使用手 直接把它剝成小半的 加進去就行了 但實際上 你可以用搗碎的 它會比較均勻一點 那這裡就是我們手實際操作 加適量的Oreo進去 當然你想放什麼也可以 這步驟你可以加一些水果什麼 或是果乾之類的 全部都完成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簡單的攪拌一下 讓糖尖蘭還有鮮奶油的Oreo 可以滿美的融合在一起 可以適當 對Oreo做一些擠壓 讓它更碎一點 到時候比較不會吃起來太過大塊 好完成之後呢 再來就是先倒一點進我的模具 那我們先倒一點進來 不要倒太滿 然後兩邊都倒入 先讓它有一點底 這時候加入我們的冰棒棍 兩隻 這時候就先 從我們後面這裡有一個孔 可以先 插進去 它比較實一點 所以它才比較不會露出來 可能要出一點力 好冰棒棍放進去了 好插入冰棒棍之後呢 再來就把我們剩下的材料全部都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囉 有一些Oreo可以分到 把它鋪平一點 不然會太突出 另外一邊也是 你看像這樣 剛剛有經過簡單倒 所以它會比較平均 也不會那麼大塊 蓋上我們的蓋子 就可以完美的放進冰箱囉 經過77491的冰鎮 啊不是 是半天的冷藏 我們的JOKIE嚴選 冰棒終於完成囉 Oreo口味的呢 接下來只要沿著這個模具 將冰棒撕下來 就可以準備試吃囉 喔 我服了 真的吃起來就跟外面買的 口味牛仔口味的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還加了 Oreo 就像有一些他們會叫什麼 巧酥口味 其實在家 自己在家就可以輕鬆動手做囉 哈囉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使用的是這個 JOKIE嚴選的 鴨式冰塊盒製作的冰磚咖啡喔 那我們接下來先打開這個 鴨式冰塊盒 簡單的看一下裡面有些什麼樣的配件吧 這個是鴨的部分 它是鴨 做鴨式的時候的配件 那需要這樣子扣上你的蓋子 才可以做壓的這個動作 裡面還有 這一個部分 不管是你要做冰塊的時候 水或是咖啡都會倒進這個裡面 然後等它放進冷凍庫 等它冷卻 還要附一個小小的勺子 非常的可愛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教學囉 Let's go 我們需要準備材料有 我們已經預先做好的 冰磚咖啡的成品 牛奶 然後想要或希望的話 可以加上一點點的Oreo做點綴 味道會更特別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製作囉 那我們先來示範 冰塊鴨式盒的做法 我們要先把這個 裡面已經冰好的冰磚 反過來 放在這個蓋子裡 那拿起我們的蓋子 已經把配件已經裝備上去了 那 只要翻過來蓋著 輕輕的壓 欸 聽到這個清脆的聲音了嗎 那冰塊已經都下去囉 我們呢 我們就開蓋 打開 欸 簡單的 把一些 冰磚就這樣已經在盒子裡了 那我們就 撈一點 加到我們的牛奶裡 輕輕放 輕輕放 小心小心 免得會 掉太多出來 噴太多出來 欸 這聲音聽起來非常的悅耳耶 而且這一個冰磚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晶瑩 這個冰磚很好看耶 它已經慢慢的 咖啡已經慢慢的跟牛奶融在一起了 可以放多一點 依個人喜好 像我不太喜歡喝太濃的 可能就放這樣就好了 欸 這樣我們的冰磚咖啡 就已經完成囉 可以加一點Oreo放進去 增加它的風味 我們這裡就 簡單示範一下放一片就好了 我們也是直接用手 實際製作 欸 這樣就完成囉 我們最後的冰磚咖啡 你看它的咖啡 會慢慢的跟牛奶融為一體 它顏色已經慢慢的變成有點 接近 拿鐵的顏色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視覺效果 再加上這個 Jolking也選的雙層玻璃杯 視覺效果 真滿分啊 那我就先試喝了 它會隨著融化的 越來越融化它會越來越濃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攪拌一下 讓它融化的更快 我的靠很不破 那麼今天交給各位這個 冰磚咖啡Oreo 哈囉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挑戰 今天最難的 冰瓦咖啡 用的是我們這個 Jolking嚴選的 冰杯模具 不過聽說 失敗率是非常的高 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成功 我們先請我們的 剪輯上一下 成功的VCR 好以上就是成功的畫面 那我們今天就直到這裡啦 YA 好沒有沒有開笑 開笑開笑 那也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成功 這個冰瓦咖啡的原理就是 當冰杯放在水中 我們倒入咖啡之後 冰塊融化 咖啡透過熱融化冰杯之後 會產生一個非常漂亮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來挑戰看看吧 以下是我們這次會使用到的材料 第一個就是 Jolking嚴選的冰杯模具 再來是 水 最後是 濃縮咖啡 越熱越好 接著我們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剛剛從我們的冰杯模具 取出這個冰杯後 我們現在要做 第一次嘗試 成功嗎 嗯 他好像融得不夠快耶 是不是咖啡不夠熱 他的baby都是融的 翻譜了 題子失敗 我重新 剛剛重新加入過我們的咖啡 我放進去嗎 放 你放太快 你放太快 放歪一點 ков選給我們 我們的咖啡 我們的咖啡 小品牌 我們把它放 wee 混蛋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使用我們的 Jockey眼選的布丁杯來做奶酪囉 那麼材料已經在這裡 都準備好了 那我再為各位一一介紹 首先是我們的仙奶是一定要的 再來是我們已經沉入碗裡的仙奶油 再來是凝固使用的雞丁片 再來是我們下重本購買的香草豆莢 長這個樣子 再來是少許的糖 最後是一些因人而異 有人喜歡看你喜歡就可以放什麼 有人也可以放水果丁 但我們今天是一樣去使用我們的Oreo 我們把它搗碎之後變成碎片放在我們的奶酪上面 那麼最後就是把奶酪倒進我們的布丁杯裡面 做一個成品上的呈現 那我們接著就開始製作了 GOGO 今天呢叫我們的吉利丁片泡在冰水裡 可以看到這是吉利丁片 可以泡在冰水裡 加溶化一下 接著我們要把我們原料全部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之後要進入加熱 那麼現在這是我們的鮮奶油 把我們剛剛已經泡過水的吉利丁片丟進去 再調一點丟進去 砂糖適量就是看因人而異想要多甜加多甜 這個我們放兩個湯匙進去就好了 這也是我們的鮮奶 也給它加進去 所以我把我們剛剛掛的非常辛苦的香草籽 也是也是勾進去 刮進去 它會卡在你的刀上 然後稍微攪拌一下 香草豆角的外皮也是可以一起丟進去的 最後再濾掉就行了 然後最後我們這個原料就已經完成了 接著就是倒入我們的鍋中加熱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倒進去 好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加熱囉 接著我們就開小火慢慢的攪拌它 攪拌到東西都融化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不要加熱太久 因為牛奶加熱太久的話 會有一種不太好聞的奶腥味 等全部的東西都融化之後就可以直接過篩囉 需要把大的香草夾過濾掉 接著要把我們加熱好的原料 倒進Joke也選擇布丁杯中 這樣就完成囉 就算一個大湯匙 蓋上蓋子 就可以放到冰箱裡面囉 接著經過我們的冷藏過後 我們的奶酪產品已經出來了 好 那麼接下來我要打開這個 好加入一點 Oreo 好就開始準備試吃囉 鋪在上面 這個是我們已經四千搗碎過的Oreo 鋪在上面 欸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看啊 非常的可愛精緻 先試吃 先試吃 欸這個 看起來很綿密欸 很Q彈的感覺 哇 很好吃欸 配上 Oreo之後 它口感比較不會那麼單一 那各位如果喜歡的話 放上自己喜歡的水果 或是一些果醬 都是非常棒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Jokey嚴選的夏日冰品企劃 那麼我們未來都陸陸續還有許多 夏季的商品在上架當中 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多多支持 如果覺得這一部影片很讚的話 請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